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禁忌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危险啊 打中力柱了 这次机会啊 也就这样假言而止了 这个球对方防线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但门框却拯救了他们 而对方也只能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啊 这脚穿越球不错啊 门框没有让球越过门线 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啊 好机会来了 门框用双手借出了门前的警报 抓住空档 挣脱防守 漂亮 跑得稍微着急了点 约位了 应该能找到队友 球是传过去了 但也约位了 传的没什么问题 跑得稍微着急了一点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往双 横传到了中路 队友接到了皮球 但是对方的防守让他没有办法舒服地处理这个球 他对对手的行动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这是玛丽卡托托 这球该有了吧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在这样的距离被他抓住机会 非常舒服地完全发力 这种球神仙难救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把球又重新拿回脚下 双妹子往上拿球 尼克马腾斯 巴黎圣上曼女足在前场寻找机会 这是玛丽卡托托 谈判是一脚球 这是想要做一下配合 格鲁嫩 塔托托 这球有了 领先优质已经扩大到了两个球 看看回放 门将可是有点倒霉 他以为射偏了 结果打在门柱内侧弹进球门 比方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王双 这球有机会吗 这本来是他们一次绝佳的机会啊 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 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呀 把队位的方式队员给过掉了 王双倒分的机会 漂亮 这道只差一分了 时间还有 希望还在 这个球呢 打门当然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必须要感谢门将给了他机会啊 不过能抓住对方漏洞打进这球 也不得不说 反应很快 没错 比方被改写成了2比1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巴黎盛让曼女卓推进到了前场 守门员没有让这球进入自家大门 传球传丢了 这是扮演亲善大使嘛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艾伦怀特 还在继续寻找突破口 精彩的扑救啊 这么近的距离 他也能扑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啊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方式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 马腾思拿球 没有队门将造成太大的威胁 王珊珊 张鑫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挡了一下 球还在场内 传给了王珊珊 好的 球进了 从两球落后到半平比分 全队都有一颗大心脏啊 这个位置的机会 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 非常近的距离 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双旁暂时打成2比2平 双妹子 王珊拿球 请求到禁区 方式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 但处理得不太理想啊 对手还有机会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卡托托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他们就是在这种 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但是最终的结果啊 却是球权被对手拿到 利克马腾斯 考验门将了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哎 脚球落点 在进区中间 这次解围啊 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危险 这是玛丽卡托托 有机会领先 前半场比赛高一段落 我们稍后再见 听过四十五分钟的苦战 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 比分会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被改写呢 对啊 利克马腾斯 机会非常好 这次扑就不错 好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跑球攻门 哇哦 这球顶得太有威胁了 不过门将太深勇 是 王珊珊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一脚横传 传向进去 队友已经报车到位了 王珊珊 选择打门 这个球又进了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啊 他们曾经出于巨大的劣势 但现在 他们已经将比分反超了 他一个人贡献了三力进球 没法阻挡了 对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啊 进去的也敢那么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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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盼了越位 他选择带球 向前推进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防守非常及时 人才股单举起越位 金桔吃不了热豆腐 着急传过去 结果呢 队友还在越位的位置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卡斯卡里诺 萨基纳 卡尔沙威 卡托托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 对方这个高位比翔很坚决 但他呢也有队友在旁边接应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看看这个横传 接球的队友跑位非常腰啊 这个射门打在了方式队员身上 对什么样没什么威胁 看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角球来扩大领先优势呢 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手里 看起来拿得很轻松 实际上跟他的站位有很大关系 现在轮到他们进攻了 球传得很棒 这条船球穿越了防线来到了瓦腾斯脚下 门将不敢大意啊 飞身扑球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没能解围啊 直接起脚了 门将将球拖出了横梁 这个扑球动作非常的血液啊 巴黎圣人曼女足做出了人员调整 防线队员尝试将球解围出去 可是没有成功 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再办明照了接外球 李孟文 看看他怎么利用边路的空间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巴黎圣人曼女足在前场寻找机会 能把比分追平吗 门将阻挡了进球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周梁完成了他的任务 一个非常不救挡住了上门 不得不说 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投球 门将早已经候在那儿了 自然而然地把这球挡出 王珊珊 他们这个连续蹈脚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一切都很好 可惜就可惜在 把球交给对手了 对方边路放得很空啊 这次选择了传桌 球还在危险区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 观众也在为他高声呐喊 这种放铲动作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容易犯规啊 王珊珊 往进区里打传中 这个投球甚至都没能找准球门的方向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王珊珊 球进了 太精彩了 这一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利克马腾斯 埃伦怀特 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这次威胁 防守有漏洞 突破 太漂亮了 有一个机会 门将专注力很高啊 给到禁区里 脚球弱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成功的压迫 前场断球了 射门直接被挡住了 阿什里拉伦斯 保里纳杜德克 比赛还没有结束 要补实三分钟 协助进攻的队友 已经到位了 冒着送点的危险 抢回了球犬 拥有一个精彩的滑场 把球抢了回来 节目战落下帷幕